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农历的八月份 八月份非常重要 刚好是在有的位置 今年最重要的一个工位 那就是露存心进入的工位 财心进入所以要特别加码 跟大家好好谈一谈 你的生肖里面 到底有什么好运势吗 还有爆发财吗 我们来看一下 农历八月 杨历九月七号到十月五号 生肖鼠不可不知的爆发财 一个生肖一个生肖告诉你们 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赶快上线来 分享给所有亲朋好友同学们 你如果做对了 你在这一个月开始 你在下半年 整个运势就会旺起来了 好我们先来看老鼠的工作运 工作事业是分开的 所谓工作代表你为别人做事 或是一个专业人士 所以一切都得靠自己努力工作 所以在工作职场上面 比如说已经分配好的你的职位 职称你的必须要做的一些专业 或者你是做业务的 都是在工作岗位上面 而不是事业 做事业是属于老板的 所以称事业的话 我们家会另外说 好面对公司工厂店面的工作呢 农历八月丁五月呢 是人际贵人桃花月哦 那你本命呢就是子 子就是老鼠 老鼠本来就是在桃花 子五宝油都是桃花 所以非常恭喜你哦 你的人际关系呢 越好 那你的运势就会越旺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职场上需要更多的人协助完成 所以需要和同事互动 长官互动相互帮忙 但因为呢农历八月呢 有一个聚门化剂 这个聚门化剂呢 所以你很容易因为呢 推辞回绝同事 比如说请你协助的事情啊 而产生的工作进度 就是会缓慢 或是自己没有使出浑身结束 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你的盲点哦 所以你必须要在工作上 特别特别的小心哦 那老鼠的迁移工呢 是属马 属马呢在这个月呢 财星 另外月份的财路星落在迁移工 这个迁移工代表什么 你要远方求财 好 如果你是做业务的朋友呢 在公司帮忙做业务的人呢 一定要勤快的往远方去找钱哦 钱很容易找得到 而且订单会满档 所以你必须要呢 在这个工作职场上面呢 赶快加紧脚迫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要使出你的浑身结束哦 让你的能量越来越强 而可以解决问题 导致工作哦 如果你是没有那种哦 努力积极的人呢 那就会导致呢 工作积压过多 而也可能过于繁忙 所以疏失造成严重的损失哦 他是两样情哦 一个努力的人 一个积极的人 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呢 你如果愿意呢 跟远方多联系 比如说你可能要跟海外联系的哦 这些重要人哦 你的工作呢 可能要协助呢 人家业务呢 跟海外联系 是不是你的PayPal要做好啊 还有呢 你在跟海外联系之前的email要发好啊 或者呢 把视讯先通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问题就不多了 而且呢 可以赚到什么 爆发财 所以不可不知道哦 因为你才在远方 那才在远方的话呢 也代表说 比如说你要到南部去 到中部去 到花东去哦 或者呢 你要到 当然现在出国很不方便 那我们可以用视讯啊 email啊 或者呢 用其他的软体的 资讯方式呢 来为自己的工作呢 加把力道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如果被指派担任重要 发挥长才的工作 近期将获得能充分 展现才能的机会 与其焦虑 不如好好加强自身的创造力 如果你是一个呃 创造者 比如说你呃 像绘图啦 或者呢 写软体啦 或者呢 需要公司 呃 帮公司做一些呢 广告啊 哦 这种业务的话呢 或者你需要用专才 这个专才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会在职场上面呢 得到很多人的青睐 那 广告业务 那当然你就是要人际关系 但是呢 广告paypal就不一样了哦 如果你要做看板啦 或者呢 发讯息啦 告诉人家你的产品 有新的item发表啦 或者呢 他的价钱是怎么样啦 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呢 纸本的东西呢 就是要呃 包括像美编啦 哦 或者呢 企划啊 一起来合作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你的事业运就会更好 工作运啦 工作运就会更好 所以要加强自己的创造力哦 那你的偏财来自呢 老板的赏识哦 或者呢 呃 你有一些 等一下会告诉你 怎样取得 正财偏财爆发财 好 我们来看做事业的老板们 对于呢 自己创业投资当老板的人呢 你必须在农历八月哦 注意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新旧客户 或者呢 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客户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哦 稍微联络一下 让他哎 记得你啦 哎呦 我订单 已经很久没有下订单了 很多人他就是懒得去做人际关系 所以呢 业务就不会太好 呃 很多老板其实能力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他懂得哦 经营人际关系 结果呢 生意特别好 所以呢 容易出现哦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 没有弄得很好呢 容易在合作上出现问题 哦 那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比较会有一些 也不能说不择手段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哦 比如说 呃 你希望对方呢 你 他下的订单 你的利润是足够的 但是对方可能 他不是砍单 而是呢 砍了一些利益 哦 比如说他应该支出的 哦 这个金钱 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呢 啊 跟客户之间的 尤其是新客户跟旧客户 都同时会发生哦 哦 那这个月为什么 因为有巨门话剂嘛 哦 那这个巨门话剂 就会产生一些阿Q啦 或者呢 沟通上的不良啦 哦 老板们要特别注意哦 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 如果呢 耕耘海外的市场 即努力哦 有如神柱哦 有意外飞来的订单 渴望满档哦 所以呢 你在事业上面 其实呢 海外订单 比本地的订单 应该会更好 但远方的订单会更多哦 就是只要是远方的订单 都会很好 作为业务的朋友呢 可以加强远方的动向 业绩呢 可以快速长红 获利非常可观 这个可能是爆发财 他订单一下呢 下多久 下半年 下一年给你呢 整年度的那个 档期都给你排满了 你看多开心吧 是不是爆发财呢 一会儿就好像有如神柱哦 天降神兵给你一样 你那个钱哦 就会滚滚而来 他付的定金又很阿萨里哦 好 我先给你50% 希望你如期交货哦 类似这样子 所以老板们 加油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大客户呢 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哦 如果和客户 厂商的合作关系良好 加强合作交流 有意想不到的 惊喜连连大丰收令人眼红 大家会觉得哇好驚喜 你自己也都会觉得 那公司的整个团队呢 也会因为你的努力呢 而获得比较好的业绩 那这个业绩当然属于公司自己的咯 所以也不要太想说啊你的 其实你的人事上面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问题 那这些小问题你要来解决 比如说你要加强管理 那我加强管理 你是主管你有加强管理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的财运 来了 到底有没有爆发财呢 好 工作上呢 没有什么大偏财 但是呢 可以得到一些呢 就是公司的赏识 业绩奖金啊 或者呢团队合作奖金啊 这样的一个奖金呢 其实还不在少数 可以慎用一点存款做一些 效额的投资 你个人方面 若是买一些GU的零股啦 做长效型的投资啦 或者呢 嗯 趁黄金叠下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买一点黄金啊 但不一定是买期货哦 你要特别注意 你就要适合你自己 你擅长的投资 如果你没有擅长投资 我还是劝你小小的做就好 哎 那买乐透有没有机会 通常也有可能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嗯 如果你是等时机好的时候 再转售 就有机会获得一些小利益哦 这个是 虽然没有大的爆发财 但是你在下半年呢 努力一下呢 哎 年这个月的月底呢 可能有一笔不小的爆发财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自己创业或做事业的人呢 必须加强团队的力量 以及呢 新旧客户的经营 就可以有更好的收益 我刚才讲过了哦 多往远方及海外前进哦 业务有亮丽的成绩 以及更多的红利的收获 啊 但仍然有些许的合作合约问题 需待解决 比如说 之前的一些合约还没有 呃 厘清的部分呢 或者呢 在呃 中间呢 在协商的部分呢 或者对方有一些 阿牛的部分呢 我觉得你在这个月 赶快趁现在 赶快加紧脚步 你一定会完成 这个 好的订单 而且大的订单 财源就会滚滚来 这就是爆发财 好 我想呢 另外呢 爱情上面呢 任何一个意外的爱情发展呢 将使你陷入道德危机 已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呢 引发家庭就会 未婚的朋友也得了了解对方的心态 认识不久不渝投入感情 并小心桃花节仙人跳 所以你认识不久的人呢 不管已婚未婚你都要小心 现在桃花节桃花煞很多 桃花煞更可怕 桃花节就仙人跳嘛 那桃花煞就是什么 我之前也讲过桃花煞就是 投入感情以后呢 产生纠纷 而动手打人啊 或者呢 小心就是有意外伤害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那除了破财以外呢 还要注意意外伤害 好我们来看你的健康 健康上呢 注意骑车开车 然后呢 特别注意呢 比如说你又知道医院在哪里 药房在哪里 因为你常常都会有一些小插撞哦 要特别一句门话 其实你不撞 你不撞人家 人家会来插撞你哦 要特别小心 老旧车子要先维修哦 不下雨天的话呢 骑快车会打滑 或掉入水沟 地坑而导致人车出状况 破财损失还蛮大的哦 哎有爆发财不错啊 但是你这个破财就很很利 很令人饿晚了是不是 所以呢 老鼠的朋友呢 在这一个月当中呢 请你务必小心哦 有很多的地雷不要踩到哦 比如说你人际关系的违和 那没有办法成就你的财运事业 还有呢 桃花的问题 也会让你产生官司破财 那至于健康的问题呢 哎你不擦撞人家 人家擦撞你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地雷 你只要不要误触地雷 不要这个小心这些问题的话呢 哦就可以解决很多的困境哦 好那我想呢 属老鼠的朋友呢 在八月份呢要加紧脚步哦 好 呃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最重要的发财的点在哪个地方 好 第一个 除了人际关系以外呢 要积极加上加强自己的努力 还有团队的合作对你来讲都非常重要哦 好祝福你哦 这个 哎 爆发财 在这个月呢 不断的从天上掉下来咯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订阅 按下你的小铃铛 分享给你说的亲朋好友 种福田 谢谢大家 拜拜